熱門嘉進寶有個過關票,19元變成17元 看看臨場的票,這隻嘉進寶都是站定的 接著一數已經達到8倍,包括有新石磨藍和自己有 這個超群好運,11倍都算是有些票 嘉進寶在外面,中外檔,一出來就很快 新石磨藍就更快,現在大家就相差半個馬位 中間有萬事利,白白的就隔離就是蕭瑤自在 初出這個超群好運,也都非常快 自己有今天就不是樓前鬥後,也跟上五六位 萬事利,開始墮退的那些 還有金白尼,左手邊的得意喜那些 再接著雲浮旺的馬都在,旁邊就一聲笑 再接著好美王,仇建宏的紅衣,上到第五位 包美那幾隻也有金牌名區的威力和足球大師 已經趕勢序,去到差不多最後的二三百米 前面就是嘉進寶,開始上來貼著這個新石磨藍 第三位上來有一點不同了,就是這個好美王 旁邊的蕭瑤自在,騎來不多,超群好運也是五常 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金牌帽子 只見到偉達騎,騎他已經爭了出來 好美王,冷卻跑來跑 第二,第三名就熬了,就是這個新石磨藍 第四名就是金白尼 頭馬就很順利,早就已經守好位,贏得也很合理 大家都預期,十幾塊馬 這隻好美王也很厲害,真的從頭騎到尾 無私的馬就給到你,不是說你騎的馬會走的 騎的馬會散的 他真的由直鏡的時候,由出閘開始就大力一邊騎 而他現在這個第二,其實是拋開了這個路程的專家 新石磨藍,以及已經成熟了的金白尼 還有一隻蕭瑤自在 固然他的頭馬是超班的,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計算二馬和後面那堆馬的距離 以他今天這樣,你看他的跑法 他還是挺超級的,如果這樣看 這場很多隻新馬,我都對他們的機會 不是說很樂觀的,唯獨是保留這個好美王 當然介紹就沒有介紹 就是說他可能是去年的馬,比較操得早一點 雖然健康上曾經有一個挫折 但是步伐上是比較熟 不過你看他今天,要這樣 由開閘開始一直逼 這些馬,無論他在市集,或者在神科 你不是那麼容易看得到這些馬 即是不會起眼 那些馬是爛到鬼,由頭騎到落尾的馬 那你在神科上怎麼會見到他吸引你呢 反而這樣有點挑戰性 不好的時候就看得好,盡量去學一下 好吃就做了 似乎看得到